眼下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团比赛 已经决出了决赛的名单 其中女团比赛将会由国乒女团对战日本女团 争夺本届奥运会的团体金牌 在这场比赛开始前 其实很多球迷都非常关注双方球队的动态 作为世界顶级王牌团队的中国队 此次目标肯定是未免冠军 然而作为强有力的挑战者 日本女团肯定也不会就此罢休 张本美和她们肯定会全力发起冲击 对中国队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就在最近谈到接下来的比赛 张本美和也放出了豪言壮语 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而我们国乒女队的主力也同样不惯着 在采访中霸气回应 吸引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众所周知 最近日本在半决赛中打败了德国女团 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而张本美和也完成了救赎 证明了自己 她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 在后面第二局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而且一度轰出了11比0超夸张的比分 在比赛结束后 张本美和是直接哭了 谈到接下来面对的中国女团 她也放出了豪言壮语 说要努力打败中国女团 目标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拿到奥运会的金牌 看得出来 张本美和通过这几年的成长 已经变得信心十足 她和她的哥哥一样 张本美和同样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但是张本美和又和张本志和有一点不一样 张本志和前几年的时候 同样也是心高气傲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打击之后 现在已经开始变得圆滑 棱角也被磨平了 如今变得更加的谦逊和低调 对比起来 张本美和确实有一些年轻气盛的感觉 那么对于日本队这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我们国评女排很明显也做好了准备 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 谈到接下来的女团决赛的时候 陈梦也是霸气表态 相当于回应了张本美和这一次的豪言壮志 陈梦当时在采访中大概说了以下这几句话 意思是说 我们国评女团的三大主力组合在一起 就是最强大的 能够让任何对手都会颤抖 那么这番话从陈梦的嘴里面说出来 确实是非常的霸气 当然 他也有实力说出这番话 首先 陈梦刚刚夺得了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 成功未免 本身实力就很强大 状态也非常不错 除此之外 不管是孙颖莎还是王曼玉 都是排名世界前三的高手 我们派出这三大王牌作战 有什么理由畏惧任何一个对手 再加上在前面的比赛中 我们国评的三大主力表现非常的出色 几乎无可挑剔 每场比赛都是3比0横扫对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陈梦自然也有信心 打败日本队 登上最高领奖台 接下来 我们也期待国评女团可以说到做到 能够彻底让日本队颤抖 能够在巴黎这边升国旗 奏唱国歌 我们下期再见